魔幻的多伦多云彩 枝料鸟儿配上动听的歌声 真是气势恢弘 你好,我是Michelle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七月花园 焦阳似火,招伤了林家草地 看着自家清绿依旧的花园 还是有几分欣慰 每天不付出辛劳 美丽又怎么能垂手而得呢 两年前种的玫瑰 今年不再复生了 再种上一颗花鱼有信仰的醉鱼草 别以为我只会优雅地坐在花园 享受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干体力活我也一点都不差哦 时可谓能者多劳 有人说爱美女人的橱柜永远少一件 花园更胜于女人的橱柜 每年都有新天花草 但永远都是田不满 弄完后撒点生根水 这样她的成活率就更高 小花可仁 玉沾其花怒放 蜜蜂每每饱餐一顿 偏然离去 花鱼欢迎大方的福禄烤 竭尽全力的绽放 可惜经过一夜夜雨的摧残 折弯了她的腰 梅红福禄烤 安处一方宜然自得 直冲云霄的夏日百合 艳丽秀美 这款夏日百合如同丝绸般 高贵典雅 亭亭玉丽松果菊 她的花心真是名副其实 她的花语竟然是懈怠 可是她努力的在绽放着呢 梅红的她更是娇美惹人爱 大兵局真的是无私奉献 花期都超过一个月了 今年的玫瑰三三两两 不尽人意 白色绣球虽然每年都有重灾 但是它总是不让我失望 一年生的花 就靠它来改变每年的花园色彩了 每年七月 我都会邀请冬营会的老朋友们 来我家BBQ Potluck Party 同时为七月生的朋友们庆生 Emma负责给大家拍照 男士们就帮忙烧烤了 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 王彦乔老师和李大军老师 特邀嘉宾 歌唱家李小虎 闲聊饭后 又开个小型音乐会 歌唱家李小虎 冠状病毒 聚会亦是无望的了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也被无情地拉开 只有一人坐在这个花园 看云书云隽 回忆着曾经的美好 君存知的传统 君存知的传统